紧接着生活消息要带你看到现在政府带头加薪 但是至今都还没有看到实质的效益 更有不少的民众也在万坛 不知道今年的年终奖金能够领多少 结果物价却又先在涨一波了 且还可以观察到上个阶段的专题就带你看到油价 虽然下个礼拜预估会小跌一脚左右 不过明年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小确幸 恐怕会将会一路上冲不回头 而当前韩涨的还有超商影印 直接调涨50% 而且没有事先公告 让不少在民众印了之后 结账才发现怎么突然变贵了 气得po网大骂 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观察一下 这是18年来首次看到了全家突然调涨了影印的费用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原物料的价格持续的攀升 但你看到这个就是短线只将中国现货的价格走势 其实在今年一路以来是呈现了精精壮的格局 另外也可以观察到其实不只是今年来的走势 其实看到整体的国际只将价格呢 10年来就已经飙涨了43%左右的水准 所以就是因为原物的价格不断的攀升 也让超商的店员在这里高喊撑不住了 所以像是全家因此开了第一枪 调涨黑白的列印价格 像是A4的价格呢 从原先的两块钱调涨到三块钱 另外像是B4的价格呢 则些从两块钱也调涨到三块钱一张 而在于A3的部分则是维持四块钱一张 他们就表示说撑不住的原因 就是因为国际的只将价格不断的调涨 但是还要再加上一些人事成本 所以才导具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是其实我们也访问到其他三家的超商龙头 像是OK便利商店还有7-11以及莱尔富 他们都纷纷表示说他们暂时还不会跟进涨价 而其中可以观察到 这也可以回馈到台湾的股市方面来看 其实最近原物料价格走扬呢 因此也带动了台湾相关原物料的族群 也看到了受惠到了国际纸张的走声 也带动了台湾相关造纸类股的走势 也开始有一些纸跌回声的反应了 自操作面的观察 不过另外一方面消费讯息则是看到 台铁呢原定在明年的1月1号 要实施的列车造站 下车的乘客要在10分钟之内出站的规定 但是如果超过时间就要加收15块钱 而没想到这先前消息传出来之后 就直接引发了立委批评 现在就连交通部长赫承淡也都觉得 这项规定太严格了 因此台铁火速检讨 考量到有些车站比较大 下车点距离出口比较远的因素 因此宣布这项措施不实施 也会尽快讨入出新的方案 而台铁更强调新的方案绝对宽松 不会造成民众不便 要10分钟啊 真的是有点强人所拦啊 确实是有点严格 日前台铁才公告 下车的旅客未来要限时10分钟出站 预始得加收15元 结果引来立委大骂不人道 交通部长也批太严格了 4号公告原定1月1号实施的新政策 5号被外界批评之后 7号立刻取消 短短4天政策法夹弯大逆转 被骂是应该的啦 没有那个道理啦 老人家走路一定会很慢的 对不对 10分钟可以出去吗 花15块拜托 太夸张了 这样不行 民众听到直呼立委骂的好 比较一下台铁原本拟定10分钟内出站 但是高铁约有一个小时 足足差了6倍 加上台铁不少大站空间都很大 对于老人家 小孩或是行动不便的乘客来说 10分钟内出站几乎是要跑百米 考量各种因素 这项政策只能紧急喊卡 时间性 我们是可以再充分讨论 时间没有定得很好 我们是会充分在检讨后 再订定这个条款 10分钟出站台铁检讨后 确定不实施 不过也会尽快订出新的标准 到底要怎么防堵乘客钻漏洞 又不会造成民众不便 台铁得再伤脑筋 记载新闻陈青顺台北 这么的